作人就是辛苦 我知道 没有谁能替谁受煎熬 何必夜里睡不着 爱神谈起别人命更好 有心在做谁都看得到 一步一个脚印错不了 何不说说真心话 何不勇敢活一下 善恶终究又回报 我换个微笑 过一天我做一天 清清白白不埋怨 就温馨无愧就算扣但没有钱 过一天就拼一天 开开心心睡得甜 时时刻刻我都心存感谢 过一天我做一天 任任真真不埋怨 我不比别人重要也不受情练 过一天就爱一天 有情有意又感觉 风风雨雨 我都不怕危险 过一天我做一天 任任真真不埋怨 我不比别人重要也不受情练 我一天就爱一天 有情有意又感觉 跳跳大路 我都好收获不堪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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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安 文艳 你已经来了 你起了可真早 小姐 新美小姐 不敢当 一大早就劳您过来 实在是不敢当 为人止息 这是我该有的礼貌 新美小姐 请坐 请坐呀 我会不会别这么身份 以后叫我名字就可以了 好 新美 快 坐在你媳妇旁边 快 新美 新美小姐 哦 不 叫名字 新美 用过了早点没 文艳 你陪新美小姐 回房 我用过了 多谢婆婆关心 不谢 不谢 公公的身体 可好些点 要不要我爹 再请些大夫 仔细诊治 多谢你的好意 已经不知道 请过多少大夫了 都说没办法了 实在是不敢再 劳烦亲家了 你们请了大夫 怎能跟我爹 几年相提并论 好吧 既然你们不领情 我也不要多事 哎 不不不 新美 你误会了 不是我不领情 实在是我 我当时下人们听错了 原来新美真的在这里 我说大姐 这回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平日你摆大夫人的威风 邀喝自家下人 有就算了 新美是什么身份 你怎么好让她受委屈 一大早就把她叫到房里来 妹妹 不是婆婆叫我来的 是我尽媳妇的本分 带来给公婆请安 原来是这样啊 我就说嘛 出身不一样 见识就是不同 果然是大家风范 连这么点小细节都不马虎 不愧是官宽人家的小姐啊 新美啊 昨天晚上我看你在气头上 我不好多说 接着个我看你心情好多了 这个事我一定要给你解释清楚 关于水莲的事呢 水莲是我大姐从小养的丫头 都是她给宠坏的 任由那个死丫头勾引文艳 文艳才会掉了魂的 虽说这个家是我看着 文艳也是我亲身的 但是大姐她是正式夫人 尽管我说破了嘴想阻止 她不理会我也无可奈何啊 是不是 哦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那当然 文艳 当然不会错了 不过新美啊 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早就把那个死丫头赶出去了 她再也做不了怪了 你放心 我绝对不允许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文艳 还不快重重的给新美赔不试 新美要是不原谅你 娘也不会原谅你 听到没有 对对对 妹妹说的对 一切都要怪我 是我没把自己的丫鬟管好 是我的错 新美 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不要怪文艳好吗 好不好 娘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好好好 新美小姐 这一切都不关我娘的事 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赔不试 哎呀 傻孩子啊 怎么还叫新美小姐呢 太身份了 你们是夫妻啊 好了好了 一切都雨过天晴了 新美大人大量全部计较 真是太好了 我什么都说 全都不计较了 新美 你听我说 婆婆 你先听我说 我说新美啊 你说水爷那个丫头被你赶走了 是真的吗 真的 当然是真的啦 娘怎么会骗你 你就快把她找回来吧 可是 既然那个丫头 从小被婆婆使唤大的 那就让她继续伺候婆婆 免得让人家说 我这个媳妇 眼里容不下个丫鬟 谢谢你 谢谢你 高兴什么 但是没有我点头 就没什么恶法 小红 我们走 我们走 我看起来 这位媳妇比燕娘更厉害 这位媳妇比燕娘更厉害 变成变死了 你太厉害了 没你说要怎么做嘛 好啦 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们这准快来回来啦 这位媳妇比燕娘更厉害 这位媳妇比燕娘更厉害 别走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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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媳妇 真是可怜的孩子 媳妇 怎么把你关在这种地方呢 媳妇 媳妇 你有没有怎么样 我娘她只是吓着你 她不是真的要你的命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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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娘 今天以前娘可以依你 现在却是什么也不可以了 为什么 如今新妹已经进了门了 她又能不计较地放出水莲 依她的出身能这么做已经很不错了 如今你还带着水莲一起离开 那你要新妹怎么过下去 大夫人 是少奶奶放我出来的 可不是 新妹看起来虽然娇重了脸 不过她很明丽 又能进礼数真的是很不容易 再说她肯放你出来 应该不会再为难你才对 人家进我们一分 我们就该还人家十分 文言 这点厚道要有的 文言 大夫人说的对 我们既然回来了 就不应该再离开 水莲你 你听我说 文言 我已经是陆家的人 应该时时都要听陆家想 替你想 我不能让你 为了我 再去做傻事 既然少奶奶可放我出来 足以见了她是一个温柔 善良的好女人 就算为了我 你也应该好好待她 你看你看 文言 水莲都比你懂事呢 可是 好了好了 听娘的话 你才刚成了亲 就算给新妹面子吧 先忍耐忍耐 等过个三五个月 你娘那儿不吵了 我再来给新妹说说 让她给水莲个名分 这样好吗 不过三五个月太久了 好好好 那就三个月吧 真是 这点小事也要计较 你要是做事 真能这么计较 早就当家了 好了好了 水莲 见过你就行了 起来吧 起来啊 少奶奶还没有吩咐 夏儿们都说 水莲乖巧玲珑 果然不假 多谢少奶奶夸奖 你要说这些背话 你也让人家站起来再说 我怎么了 小姐 我跟水莲是在画家常 怎么能算是废话呢 你要是不喜欢听 你可以先出去啊 你 好吧好吧 既然文艺少爷心疼你 你就起来吧 多谢少奶奶 好了 也给少奶奶请过安了 赶快回去伺候我娘吧 是少爷 慢着 婆婆那我已经多派了几个丫头去伺候 又不找水莲 既然身份差不多 就叫水莲去伺候你亲娘吧 你说什么 你要水莲去伺候我娘 我不要 你知不知道我娘她会 怎么了 吩咐下人丫头们 该干什么该伺候谁 不是我这个少奶奶 分内的事吗 可是水莲不同啊 她有什么不同 我倒想要听听 水莲她是我的亲 少奶奶 水莲这个是伺候二费 水莲 好 很好 算你懂点分寸 下去吧 水莲告退 水莲 水莲 我说了不吃又是不吃 别来烦我 拿走 是 怎么 我说的 谁让给来的 是少奶奶 看货我来伺候二夫人的 我 我 老娘受众嫌弃 全是为了你这个贱人 你还敢来伺候我 天知道你打的什么鬼主意啊 怎么 你是不是想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毒死我 然后可以跟文艳双宿双飞啊 摇头 摇头 你还敢摇头 干什么 老娘冤枉你了 是不是待会就要跟文艳 还有大蝶哭诉了 是不是 水莲不开 二夫人不要生气 生气 老娘给你生气 笑话 别往自己脸上贴心了 陆家所有的不爱你 全是因为你而起 你克服 克服 克兄弟 现在又来祸害我陆家 你有多讨人厌你知道吗 我好恨 我当时没有狠下心来帮你赶出去 糟蹋我 留下你这个祸害 笑吗 哭哭哭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纠缠文艳 我就活活打死你 二夫人放心 水莲绝对不让文艳受到伤害的 够了 不要在这惹人闲了 给我滚出去 我不要你伺候 二夫人 我求你 你不要赶我走 请你让我留下来 少奶奶吩咐我过来伺候你 我听她的 她就不会乱想 她就会对我演好一点 他们父亲和睦相处 你也安慰 不是吗 他要你来 你非得来嘛 他是什么东西 才进门就想当家 乱带到他嘛 老娘是死了还是惨了 好 我就这么做 家里的屁事我都不管 我让她当家看看 这么不把老娘放在眼里 我还是她的婆婆呢 我真后悔 好好的 为什么要招来这种婆妇来糟蹋我 我好狠啊 说我是婆妇 二夫人也谁说气话 说我是婆妇是吗 好 我就让她见识见识 什么叫婆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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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的呀 你有事情呢 就吩咐下人来就是了 何必亲自来呢 听说你身体不舒服 需要休息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了 其实也是 一个人要管这么大的家也挺夸精神的 你年纪也不小 这么费神的事对身体不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辛苦点多管点事 不 你是亲媳妇过门 怎么好 我知道 我还年轻 很多事情我不懂 所以我请我爹派几个人过来帮忙 这太不敢当了 新媒 陆家虽然大 但是我照应惯了 大家也照着规矩做事 一切安好 怎么敢劳驾支补家的这些大哥们呢 我 我 水灵 你还挺勤快的嘛 水灵见过少奶奶 水灵见过少奶奶 陆家人多手闸 开销不小 从今天开始 要好好管管 是 新媒 灰小姐的话 宅子里的出入开销 以及寄运号的营收 我想都应该会登记在帐簿里 要想确实掌握 是不是请陆夫人 把帐簿给我看看 陆家有我当家 我说了 给他 陆家只是平民百姓 没见过世面 我让我娘家的人 来替你们撑场面 是给陆家面子 也是提高 金运号的商家地位 既然你身体不好 就多加休息 以后这些事 就让小杜来烦恼吧 是 小杜 这就交给你了 账户方面 如果有不懂的 要多问问 知道吗 是 小姐 对了 这个房子 你一个人住 稍嫌大了 你用不着 这么多丫头伺候 水莲一个就行了 水莲 你可以起来了 谢谢少奶奶 站住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喜美 陆家虽然是平民百姓 但也不是没有规矩 长辈们都还在 哪有小辈当家做主的 像话吗 这是你们关怀人家交出来的见识吗 哼 再说 家业是老爷托付给我的 没有老爷的吩咐 我绝对不会把家当交出来的 谁说都不行 谁说都不行 自古就把家业托付给正式 什么时候能到撤世当家 这 我倒是孤肉寡闻了 你这是说我 婆婆要照顾公公 不能管事 我这个正式的媳妇 只有挑起这个责任 谁要是有私心 想霸占陆家家产不放 那只好恕出公堂 求官府还我一个公道 二夫人 二夫人 您看我什么时候拿账本比较好 我就等候您的通知咯 真有这种事儿 心没把园子里的走道都叫人看着 也不让我过去 详细情形我也不清楚 是你怎么这么做 真有这种事儿 心没把园子里的走道都叫人看着 也不让我过去 详细情形我也不清楚 不过陈家来了好多人 把店里的伙计都给换下来 大概假不了 可是你娘怎么敢放手啊 她凶 人家比她更凶啊 陈家那班家丁 个个张牙舞爪的 我娘也不能打人吗 文言 这 心没这样做好吗 娘 随便她怎么做都行 只要她不折腾水灵就好了 文言 怎么说你都是陈家的独子 将来的家业都是你的 你娘虽然什么都抓在手里 但是说到底她还是为了你 她总不能把银子带进棺材里吧 你不喜欢死都说 我不强求你 但是你总得用点心 花在这家上多看着点吧 你总不能让一个外家人来当家 这妥当吗 娘 现在先别说这些了 你好不好去我娘那看看 水灵有没有受委屈 文言 娘 我拜托拜托你 你帮帮我好吗 去看看水灵 好吧好吧 我去一趟 真是哪里没办法 水灵有没有受委屈 大夫人 水灵 你是不是瘦了 怎么了 她瘦怎么弄的 是我自己不小心弄到的 水灵 我给你带苹果来给你吃 谢谢大夫人 您是不是来看二夫人的 她刚出去 不过很快就回来了 有人可是巴不得 我不要回来啊 妹妹 我听说了 什么听说 根本就是你和心梅那个丫头勾搭好 一起来算计我 这狠狠假惺惺的来看我 你们真当我是傻子 妹妹 这是 不要说了 花了多少心思在这个家上 一砖一划 裤子里的一进一出 哪一样不在我脑子里 这么轻易的就想拿走 做梦 你和你那个镇房媳妇 都给我走着瞧 只要有一丝的亏损 我可是什么难听话都说得出来 我一定嚷嚷的让全城的人都知道 我的脸 可是说到天边都说得通的 放着县城的少奶奶不做 想当家 那就试试看吧 兄弟 在这还好吗 说实在的 我房子里少了你还真不习惯吗 有空吗 过来看看我 哼 这话可是说给我听的吧 大夫人 有话就直说 犯不着这么拐弯磨脚的 想要他回去是吗 不成吧 这可是心没交代的哦 不过 不过话说回来 这回 你就是想要回去 我也不情愿了 眼看着这个死丫头是免不走了 他可是文艳心头上的宝 我留着他 就等于留住文艳的心 哼 这事又怎么了 什么出身都得得宠才行 文艳是嫌弃透了这个少奶奶 迟早会秀的 我看他还神戏到几时 啊 my 爱 员 我看来 我看来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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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莲 雪莲 我好想你 你怎么能出来 上面来知道吗 还不要管她吗 我娘说的没错 你又瘦了 没有的事 我很好 你不要安慰我 在我娘那里 你怎么可能过得好 我娘她有没有对你 没有 文言 你记住 只要你过得好 过得快乐 我就不哭 人心都是肉做的 日子久了 什么埋怨都会淡的 少年来没有赶走我 就是老天疼我吗 你看 我每天都对土地公 土地婆圣仙 神明都知道我们的真心 他会保佑我们的 你们才这么大胆的撕毁 这神仙也救不了你们 娘 二夫人 文艳娜 文艳娜 我的好儿子 坏儿子 娘要怎么求你 你才肯听话 娘跟你说了多少遍 别再去招人睡帘 这个鸭鸭 离他远一点 你不为娘着想 你也应该为新梅想想 她没赶走水源 已经是人性一致了 新梅是不得了的 大家回宿 你怎么好让人家说 她跟一个丫头 真疯之处了 你得给她留个颜面 娘 娘为了这个丫头 已经惹新梅嫌了 活习之间 弄成这个样子 我们怎么对得起成家呢 文艳 娘求求你 我求你看在这个 亲娘的份上 对新梅尽重爱护 这样才能够 加和万事兴啊 算那个老太婆啊 私去 你会要能居能生啊 小红 我不知道把手绢掉在哪了 你沿路去找找 是 娘 你这样半夜三更大声嚷嚷的 你是纯心要把新梅引来 是不是 人已经走了 谁呀 还会有谁呀 水莲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居然短半夜勾引文艳到这来 怎么 你是嫌这个家不够乱 还是我未遭她的不够啊 二夫人 我没有 娘 我求你 是我自己来找水莲的 你不要再骂她了 你这孩子 娘在你眼里就那么一文不值吗 说的我回上是个夜叉 不打人就不舒服 你知道什么 娘这都是做给新梅看的 为了还是要保护水莲呢 我不凶狠 就换新梅凶狠 我骂过水莲 事情也就过去了 但是新梅能过去吗 傻孩子 水莲也算是我的媳妇 我能不疼她吗 我看新梅是个爱面子的人 我就装模作样的叫骂一番 她也就不好追着来了 我是这么做 我都是为了你们 你们知道吗 娘 文艳 时候不早了 快回房去 要是新梅知道就不好了 文艳 日子还长得很呢 以后娘会帮你们的 快回去吧 咱们也该回去了 水莲愚笨 不知道二夫人一心为水莲好 多谢二夫人周全 水莲感激不尽 你不只是愚笨 也够蠢的了 连个真情假意都分不出来 还想跟人学着抢男人 真是自负了 真是自负了 我想说当时燕娘是暗头吃西瓜 方面的番茄 原来她做就知道心没站在那儿了 对 对 梁子 我越看越没对待 燕娘这些早饭 心肝那么强 她还有一个 化病就病 对 我看她没有心灰那么好 吃饭了 这两个早饭 如果倒到处 如果没有双方 第二 我才修理 我看 她这一家会 你也要有事情了 都麻煩你了 可是你當初,如果我嫁妥的離婚前 把雲煙跟雖然的紅山加重 人家的心魅也不會積多萬分 他雲煙也不會跟雖然混混在 他路上也不會發生這種事 你怎麼又我... 沒有我,有什麼 我告訴你 後天有你,就沒有我 這樣子啊,你也不要這樣 他倆在吃苦,我又沒有吃飽 我也是很肌肉 不要啦,不要再給我結婚了 走,我們來回家 要回家,你自己去回家 雖然跟雖然,如果沒有出現交聯合的機會 我就不要回去 好個低屆的女人,心事如此感 竟然連我都敢玩弄 小姐 小姐,您去哪兒 姑爺就快回來了 您不是不想讓你知道嗎 我給她留爺面 她卻不給我留情面 我到底哪一點比不上那個丫頭 小姐 水蓮怎麼能跟您比呢 是姑爺沒出息,不知好歹 也不想想 大人的觀生權勢 鴨也能把姑爺給壓死 她不再對你好一點 以後有她苦頭吃的 小姐 姑爺,姑爺回來了 姑爺 你準備一下 明天我要回家 是 文彥 欣梅 你不是去 我是回去了 可是又回來了 哦 我去看爹娘 我剛才已經去過了 婆婆很好 公公還是老樣子 我爹有件事想讓你辦的 我今天回去 原本是要我爹 在衙門裡替你安個差事 但是我爹說 他不清楚你的才學 讓你替他寫封信 如果表現得好 他會好好栽培你 是這樣的 經理護部次郎 有個位置出缺 我爹想請託王丞相栽培 這封信要寫得文情並茂 正心誠意 也要不卑不亢 免得讓人小看了 你回去好好想想 寫好了,我親自送回去 小洪 是 送姑爺回房 筆墨伺候 是 爹,他寫得不好嗎 滿指的胡說八道 文無文采,人無人情 理無條理 下筆不知輕重 治理行間看不見夜店委婉盤緒 哼 這哪裡是寧拓栽培 簡直是明著跟人要搞出 那個生意人 基本的察言觀色 既定奉承都沒有 操包一個 你嫁的是個什麼戰士 走,我們回府去 興梅 興梅 欺負我了 可不可以 欺負我了 你不求公民 我只認為你淡薄名利 但起碼還有滿腹文章 只能知道 你竟然是炒包一個 有臉不到我娘家去了 你以後 你要我拿什麼臉見人 你們陸家有再多的銀兩 也包不住我的爺面 我大哥 是福州知縣 大姐夫是參軍 二姐夫 沒有官位也是個舉人 你呢? 什麼都沒有 陳天使知道迷戀一個丫頭 遊手好賢不務正業 從我家境門到現在 沒看見你做過一件正經事 你... 我怎麼會看上你 你現在後悔還來得及 你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離開還來得及 一切的後果 都有我一個人承認 絕對不會連累你 陸文彥 你把我當什麼 你買回來是嚇人丫頭 還是長公夥計 你要我離開 我就得離開 我是你明朔自言 父母知名 大紅花叫台靜門的媳婦 就算我死 也得盪在你們陸家的墳 我怎麼能離開 你說承擔 你能承擔什麼 我的明節 我爹的顏面 還是我們陳家的身亡 你能承擔起哪一樣 我明明知道自己看走眼 我明明知道自己看走眼 就算有天大的委屈 羞辱 我都得自己的咽下去 就算後悔 也絕不會讓人知道 死也要守住我的顏面 你聽懂了嗎 可是 我是真心在為你著想 我知道 後悔的滋味 有多折磨人啊 我身心阮山 也不喜愛熱鬧走動 與你心目中的好夫婿模樣 差距很遠 你想要的功名 風光 窮我這輩子 大概都不會有 至於夫妻恩愛 大概也很難了 心妹 你我夫妻的名分 只會累了你 我真的是在為你著想 我不想偷累你一輩子 你可以說 我有不能一致的惡疾 也可以說我是白痴 說我不孝父母 不敬祖先 隨便你用任何的理由 只要能夠保全你的名聲 我都願意配合你 不能一致的惡疾 這樣顏面近視的缺失 你都願意承認 只為了要我離開陸家 我對你如此用情 在你心裡 既然這樣微不足道 你怎麼可以這樣殺我 小虹 我要回去 小虹 我要回去 你叫我怎麼能忘卻欣賞 你叫我怎麼能忘卻欣賞